词曲 李宗盛 总是羡慕身旁经过的朋友 向前冲 向前冲 望着背后向前冲 想想自己是个无敌的朝人 向前冲 向前冲 看着标杆向前冲 成功的那一颗音乐会响起 哭哼着 哭哼着 一心浪浪超能力 超能力 今天永远最帅的就是 永远最新所有的挑战 噢 别闹了 别闹了 没关系再爬起来 再爬起来 现在就要开始各就各位 我们这一分钟变大声 嗨 耶 向前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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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标杆向前冲 成功的那一颗音乐会响起 向前冲 向前冲 望着背后向前冲 想想自己是个无敌的朝人 向前冲 向前冲 看着标杆向前冲 成功的那一颗音乐会响起 成功的那一颗音乐会响起 你没有把房子租给巴昂的女人 就不会发生这些事嘛 我没让你搬进来住啊 才不会发生这么多事呢 每天在那边 清明歌长 清明歌短的 恶心 还去巴结她爸爸妈妈 我从来没看过一个谈恋爱的女人 像你这么蠢 我是你妹耶 你不会帮我 不会 我们是兄妹 我真不知道我上辈子干了什么缺德事 王伯伯 你回来了 王伯伯 你想喝茶吗 想洗澡吗 还是你肚子饿 不用 不用 拜拜 你别进座的一些 浪费我水电的事好不好 王伯 那个伯伯呢 他回去了吗 清明送他回去了 那结果呢 还不是你希望的那样 让清明他妈讨厌巴巴拉 最好去告巴巴拉 让清明跟巴巴拉 连朋友都做不成 我哪有这样啊 人家是不小心说出来的 伯父啊 那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 清明跟巴巴拉商量过了 不打算提出伤害告诉我 这事情既然也都已经发生了 就让它过去吧 过去哦 怎么会这样 是清明不想计较嘛 而且这个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就算是给他一个教训了 既然想自己带孩子 就不能够到处去惹麻烦嘛 外面太热了 我去冲个凉啊 冲凉一天只限一次啊 一次三分钟 你怎么被刺伤的不是你啦 结果 你真傻 好 好 宝贝 你在写小说吗 宝贝今天没什么灵感 而且呢 宝贝想要买一台新电脑 宝贝没有电脑 就没办法写完故事了 也不是 只是有电脑比较方便嘛 可是宝贝现在这个 所以啊 要赶快多存点钱才能买电脑 买电脑需要很多钱了 蛮多的 你不用担心这个啦 你说快写完了没 都写完了 爸比我有东西要给你看咯 这是什么 这是爸比不在家这几天我写的日记 因为我把日记当成跟爸比说话 我想告诉爸比我这几天在做什么 虽然爸比没有在我身边 那阿伯和爸爸 辣爷都对我好好哦 所以我想让爸比知道 我每一天过得有多开心 婷婷好棒 爸爸马上看 今天阿伯教我学写字 我学了好多的生字 像恐龙的龙 你会写龙耶 我学了好几遍 但都写不好 这个字写起来好像在画画 都不像在写字 爸比 你去去念嘛 好 好啦 好啦 今天晚上 爸爸阿伯做了咖喱饭给我吃 超好吃的 好希望爸比赶快出院 别帮我做这么好吃的咖喱饭 我要和爸爸阿姨学做饭 以后换我煮给爸比吃 爸比 这些照片都是阿烈哥哥和宝宝姐姐拍的哦 好 这些照片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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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好棒喔 我会写字器给爸比耶 那爸比也要做一个好棒好棒的爸比 要不要好 那爸爸也学你 不认识 万一 爸爸又有好几天看不到你的时候 爸爸也像你一样 都想跟你说的话 都写在日记里 让你知道好不好 真的吗 我才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真的吗 子龙完全不理会旁人的挑衅 拿出他的物品 喂 哥啊 亲啊 我在你家门外帮我开门啊 好好好 等我 你怎么这个时候 小声一点 小声一点 对不起 怎么这个时候来啊 我妈说你出院了 我想给你来看一下 这写什么 写小说 你啊 你又喝得这么醉 这晚不回去到他不生气 来 喝水 谁管他高不高兴 他为什么就不能让我开心一下 让大家好过一点嘛 对不起 这次害女受伤 都是我的错 事情都过去说这些饭吃完 我本来以为啊 好好念书 当个牙医 好好工作 这样的我的人生的剧本呢 就一帆风生了 可是没想到 最大的败比就是林丑女 一步错步步错 我们俩的关系 从来没有对等过 我是她的奴隶 跟班 有钱主 连爸妈 你跟婷婷 都要看她脸色 怪来过去都怪我 娶老婆不长眼 大嫂的问题 大嫂的问题是她自己的个性 不要什么事都怪你自己吧 可是 我是爸妈的长子 你的大哥 我对你们有责任吗 不能照顾弟弟 护卫爸妈 还让你们受委屈 我是在太窝囊 现在说这些干什么 有什么打算 完了怎么办 不是我要过这种日子 是命运拉着我跑 林丑女糟蹋我就认了 因为是我让她 对我呼来唤去 可是连累你们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我不好 那你跟她谈过了吗 我有想过要离婚了 可是我没有勇气 你知道 我念大学出博进修的钱 是琼美娘家出的 开诊所有一半的钱 也是琼美娘家投资的 林琼美啊 就是要我亏欠她 时时念了她的好 你说嘛 她这种态度谁受得了 我怎么跟她相处 可是我觉得大嫂是真心为你好耶 或许她的说法她的做法也不认同 但感觉得到 她是真心在为你付出替你着想的 那都好我宁愿不要 她为什么就不给我想要 一点点尊重 还有几个孩子 是 哥 离婚这件事啊 其实两个人都很难受的 像我跟绿萍离婚 完全没联络 虽然我嘴巴没说 可是 可是心里真的很难受 如果跟琼琼美离婚的 不联络还算是好的 可是我怕她不会放过我 好 那如果你今天真的离婚了 你确定你想跟Julie在一起 你们在一起多久 好几年了 五年多了吧 认识Julie之后啊 我才相信生命会自己找到出口 朱里就是我的出口 这些日子要不是朱里陪着我 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撑下去 离婚真的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你好好考虑一下好不好 诶 婷婷 阿姨 我从放学回来就在这里等你啦 我知道你每天都是这个时间去together 干嘛 干嘛 找我有什么事情 上一次阿姨做的松饼好好吃哦 真的啊 你喜欢吃啊 那下次我再多烤一点给你吃啊 真的吗 好棒哦 可是我家里材料没了耶 要不要一起去买 好啊 那跟你爸比说一声我们去买 爸比要出去了 那我跟阿公讲 好 拜拜啦 阿姨 是不是真的 对了 就是这个松饼粉 那还需要什么呢 还需要砂糖啊 鸡蛋 面粉啊 婷婷 你看 这个蛋糕劑好可爱哦 可以做出卡通造型的蛋糕耶 你看 你看 爸爸啦 阿姨 你好像小朋友哦 爸爸啦 阿姨最喜欢婷婷了 所以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就变成小朋友啦 你喜欢不想烤一些松饼带去学校 跟同学吃卡通造型的哦 要要要 爸爸啦 阿姨最好了 好 买一个 那你松饼里面 想要夾松饼口味还是要夾 好 果酱口味呢 蜂蜜果酱 两个哦 好啊 你好 我要去洗衣服啊 爸比 你要去洗衣服哦 我也要一起去 你为什么要跟我一起去啊 因为我想要学怎么洗衣服啊 这样爸比要去上班的时候 我就可以在家里 洗婷婷和爸比的衣服 好 我跟你说 洗衣服这种事呢 寶貝来做就好了 你是小孩子 小孩子就专心做 小孩子该做的事情 搞不好 可事 好啦 不要可事啦 赶快去学校 嗯 去 乖乖 去吧 没想到贴在一起的功课 会这么多 好 贴在上面 好吧 拧探 怎么还在写功课啊 爸爸衣服都晒完咧 我那我儿还会写 奇怪 功课怎么会这么重 哥爸爸以前写功课的时候 你觉得自己很辛苦了 哇 没想到你们这一代更可怜咧 爸比 你赶快休息吧 我快写完了 爸比当然要陪你一起加油啊 加油 连婷婷都这么努力 我也要加油工作才行 谢谢 谢谢 小姨谢谢 这次我们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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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惯 奇怪 阿联 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薛轩哥阿琪都没有来了 宝贝 宝贝 阿联 谢谢 祝宜姐 来了 听到宝贝叫我就叫你来了 那我们可以走了吗 那我们可以走了吗 好 好 妈妈 麻烦你了 我们走了 好 好奇怪喔 最近我阿医师 冬茶来找Joey姐吃宵夜 天天可以约会真好 谁的身份证啊 林沐帆 你的本名叫林沐帆喔 超酷的耶 林沐帆 林沐帆 你爸妈好酷喔 取了这么求有男主角的名字给你 是不是那叫我看一下吗 闭嘴 我好害怕喔 芭芭拉 婷婷回去了 现在我只剩下芭芭拉自己一个人 你去 我不行啦 只有婷婷在的时候 芭芭拉才会真心的笑 有了 什么 之前我们有教婷婷做菜 那我想说 把那些菜画下来 让芭芭拉送给婷婷 我想芭芭拉一定会很开心 芭芬 你怎么来了 那个小孩是谁啊 哪个小孩 我看到你们在超市里面买东西 那是婷婷 我们去买做松饼的材料 来 坐坐坐 你要喝什么 阿蕾 给她一杯果汁 阿蕾 阿蕾 包包阿蕾这次看起来 很像很正常的呀 真的啦 不然我们赌吧 赌吧 赌 果汁 谢谢 后来 上次那个人还没有跟踪你 那个不是坏人 是朋友 那很好啊 你交到新朋友了 是新的朋友耶 那个不是坏人 是朋友 我知道 我知道是你的朋友 那既然是你的新朋友 那既然是你的新朋友 我们下次一起请她吃饭好不好 阿蕾 你没事 是 嘉欣 是不是 我说错什么话了 这 嘉欣 五百元拿来 五百元见到五百 这是我的新名片 多多指教啊 我儿子要开工了 水电泥做木工装潢 这些你真的都会做吗 当然哦 哥 你不要忘记 晋哥他念的是环境工程 而且他还有以及水电士的执照 这些小东西难不倒他的啦 那木工装潢 你真的会啊 这 这些项目 我虽然还不是每一样都上手 但我跟你保证 我愿意啊 用两倍的时间 只收取你一半的费用而已 证明啊 我这个人不是空口说白话 两倍的时间 一半的价钱啊 法龙先生 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哥 你看清音哥是不是超棒的 那这后面为什么还空一个 我跟你讲 这就是我独特的地方啊 这是我发明这个独特的服务 这个客户啊 不管他有什么需求 只要填在这个空格啊 我保证 王清云三个字 使命必达 这是我发明这个独特的服务 这个客户啊 不管他有什么需求 只要填在这个空格啊 我保证 王清云三个字 使命必达 这啊 这是我儿子啊 的创举 哥 这个好特别哦 是啊 房东先生啊 既然我已经开始做这样的服务呢 接下来 就要麻烦你 多多帮我介绍客户 清云哥 你不要拜托我哥啊 交给我 我一定会帮你拉到很多客人 你看我妹妹多积极啊 哥 我可是什么都没说啊 王老爹啊 这件事情 差不多也告一段落了 你是不是该搬回家去了 真的很抱歉 我可能要在这边 再打扰你一段时间 王老爹啊 现在清云回来了 你还要继续住在我这儿啊 那多出来的水电费 要怎么算啊 那个 多出来的费用由我的酬劳来付 你案子还没接到一个 就敢这样子跟我挂保证 哥 你不要这么爱计较好不好 我不是爱跟他计较 我是就事论事 王老先生 你也知道我爸妈那边 还有些事还没解决嘛 清云 你希望你爸继续住在这儿 又希望我帮你找客人 哎 这让我很为难呢 方大先生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离家出走的 你现在叫我回去很没面子啊 面子这种东西啊 是世界上最无聊的收藏了 我老爹啊 这是你的家务事啊 虽然我也很同情你 但是我爱莫能助 哦 哦 原来 深谋远虑无事不通的雅昌大师 他最大的罩门竟然是家务事哦 哎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说啊 我的家务事 哎 我猜啊 也不是你不想帮忙 实在是因为啊 你根本就帮不上忙啊 因为家务事啊 不在你的生活经验里面嘛 对不对 王老爹 这种小事啊 怎么可能难倒我啊 你让我来处理的话 三两下就解决了 真的呀 当然真的啊 好啦好啦 你们继续抬告 我要去晚点庆祝 庆祝什么啊 庆祝两件事啊 庆祝哥出院 还有顺利创业 我们去外面吃饭 我请客 我去叫婷婷 我去叫婷婷 你改进去 婷婷 婷婷 婷婷啊 雅昏姐姐啊 雅昏姐姐带你去外面吃饭 好不好 可是我功课还没有写完 功课先不用写了啦 好 姐姐去换衣服 你等我一下 我去吃饭 我去吃饭 婷婷哥啊 我跟你讲哦 这边的排骨很有名 你赶快来吃一个 谢谢 我自己来就好了 然后啊 我刚刚也点了这边的鸡汤 很好喝哦 对你伤口恢复也很有帮助 我先看看 来了 谢谢你 好吧 你贴 婷婷啊 这块鸡腿先给你吃好不好 多吃点才会长大哦 谢谢杨卉阿姨 不要叫我阿姨啦 叫我姐姐就好了啦 谢谢 姐姐 对了 清云哥啊 这个鸡汤你要多喝一点 这样你的伤口才会感慨好 是 谢谢 清云哥啊 我觉得好奇怪哦 就是啊 我从小就觉得 我长大以后一定会是贤妻良母哦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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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很喜欢照顾人啊 然后又很喜欢小孩子 你不要看我常常跟我哥哥斗嘴 其实呢 我最喜欢的就是像现在这样 一家人在这儿安安静吃饭 享受相处的时光 是 是 来 婷婷来 多吃点鱼哦 吃鱼会变聪明 谢谢 雅卉啊 你这样招待我们 我跟你真的觉得很不好意思 哎哟 清云哥 你不要跟我不好意思啊 其实啊 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跟你还有婷婷 会变成很好的朋友哦 而且啊 今天能够跟你们一起吃饭 我也很开心啊 你还没有要吃什么啊 我们再多点一样吧 不不不不 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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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清云哥啊 我觉得你受伤这件事情 爸爸应该要负最大的责任耶 你看他那个弟弟神经兮兮的 随时都会有状况 他还这样放他在外面跑 今天好险他是刺伤你 你不跟他计较 如果换成别人的话 他们一定会告到底 挺挺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没关系 我来就好了啦 我来擦 我来擦啊 没关系啦 我擦就好了啊 不好意思啊 小心一点啊 您睡到什么东西啊 不要爬到吗 你看看 好 谢谢姐姐 我姐为什么要带你去买东西 我姐为什么要带你去买东西 叔叔 你姐姐是谁啊 就是爸爸的阿姨 上次爸爸在住院 我住爸爸的阿姨家 爸爸的阿姨对我非常好 他教我做蛋糕 还有教我做生饼 家清是吧 我记得你叫家清 还没跟你自我介绍 我叫王清云 这一阵子呢 你姐姐帮了我很多忙 很高兴认识 喂 神经病 这张清云哥不道歉 就已经很过分了 人家都不跟你计较 你还这样爱理不理的 我不是要刺她 是要自己击破 硬要挡在巴巴拉面前 才会受伤 清云哥 你是为了巴巴拉才受伤的 我 就跟 我就说嘛 我怎么在医院之户的 这个神经病 坚持不清楚告诉你 原来你从头到尾 都只顾了巴巴拉这个女人 你还会跟什么这么说话呢 不是 嘉欣她只是比较不能控制 自己的情绪而已 我可以 老闭 我可以 你们都看不起我 你们每个人都看不起我 你们都跟我姐一样 你只会管我 只会叫我吃药 嘉欣你误会 我们很关心你 胡说八道 我 我有朋友 她说我一个人 自己也可以活得好好的 她说 谁啊跟你一样是神经病啊 雅慧 嘉欣 你要是不喜欢我们管你 我们就不管你 可是我希望我们大家以后 大家都是好朋友 朋友 我 我的朋友来了 你们不是朋友 我的才是朋友 不好意思 雅慧 来 福生妈妈买单谢谢 先生你好 一共四千七百十十一 好了 巴巴拉就这样放任了她 那个神经病弟弟在外面乱跑啊 爸 嘉欣不是神经病啊 她只是情绪比较不稳定而已 情绪不稳定 一抓狂就要杀人 这不是神经病的什么 可是她也只是针对巴巴拉 对别人还好啊 而且啊 巴巴拉她有保证过 不管怎么样 她一定会要嘉欣按时吃药 放心啊 不用太担心啊 不不不不 千云 你说的话 不对哦 沈嘉欣受的杀 叫做额叶受损 这种病人 不会有同情心 更不会了解其他人的感情 容易对社会产生偏差的想法 对嘛 我就说她很危险嘛 请你不要插嘴 听我把话说完啊 刚才我说的是一般的状况 而沈嘉欣呢 相当依赖她的姐姐 另外一方面啊 又觉得巴巴拉亏欠她 处处干涉她的自由 如果说沈嘉欣 是个危险人物的话 那也是针对巴巴拉 对其他人啊 无伤 怎么了 我妹呢 这个时候应该是她的好媳妇时间啊 她怎么没出来啊 好媳妇 你把阿拉挡道是什么意思嘛 不行 你怎么没有 为什么你都看不到我的好 我到底哪点不如她 我比她年轻 都比她漂亮 而且我比他更专情 又沒有在這種不善不適的地方上班 為什麼你就是看不到我的號碼 你是不是阿 deploying 再走 婷婷,上床睡覺 來,幫她抱 好好睡 来 太高了 金银哥 雅慧 什么事啊 金银哥 我的工作是出版社的AE 我已经做三年多了 每个月的薪水有四万五 不包含年终呢 还有三姐奖金哦 你工作很好耶 你跟我讲在干嘛 你会想在干嘛 你会想在干嘛 雅慧 什么事啊 金银哥 我的工作是出版社的AE 我已经做三年多了 然后每个月的薪水有四万五 不包含年终呢 还有三姐奖金哦 你工作很好耶 你跟我讲在干嘛 不是啦 我是想要告诉你啊 我是一个很以示一家的人 我很喜欢小孩 也可以帮你照顾婷婷 而且在经济方面 我也可以支持你哦 我喜欢你 苗慧 谢谢你 你是个很好的女孩 但是你也知道我现在的状况 我所有的心思都在婷婷身上 所以我没有时间 也不想有感情上的牵扯 可是婷婷需要妈妈 我正好可以帮你啊 是 婷婷是需要妈妈 但是你也知道我的前妻才刚离开 我跟婷婷两个人都在调试当中 所以短时间 我们是真的不会有什么改变的 我知道了 我可以等 两位我跟你直说好了 谢谢你看得起我 但是我跟你 现在不可能 以后也不可能 很抱歉 谢谢你啊 杨慧哦 是一个好女孩子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人家的 爸 我跟鼎鼎的生活够麻烦了 我不想再连累她了 好歹人家是一个黄花大闺女 话都已经讲到这种程度了 你 我还是睡觉了 不要讲了 jó慧小姐 杨慧小姐 对不起啊 是我们家青云呢 嘴巴笨 不会讲好听话 你不要跟他计较 王伯伯 我没事啦 不要管我 不要哭了啦 别这样讲啊 杨卫小姐 你人长得又漂亮 又乖巧 是我们家青云啊 没有那个眼光 才看不上你的 王伯伯你睡觉了 对不起啊 好 我睡觉 你也早点休息啊 我的功课还没有写完 丁丁啊 这么早才几点而已 你要不要睡一下 我要先把功课写完啦 有什么功课我爸看你 从昨天晚上一直写写写写写 他现在还没写完 拜托你们不要找我 先让我把功课写完啦 丁丁啊 不然这样 阿公陪你到学校 要去跟你老师讲 就说啊 昨天 那个 雅卫阿姨啊 带你去吃饭 所以你没有时间写 你不是故意的 好不好 不用啦 不用啦 你们先不要吵我 让我把功课写完 我这样才可以去学校啦 拜托你们不要吵我 先让我把功课写 来 早啊 早啊 我昨天遇到你弟耶 家欣 你在哪儿遇到她啊 在社区外面那间餐厅啊 我跟雅卫跟丁丁去吃饭 她突然跑进来 你放心啊 她看起来蛮OK的 而且还跟我女儿说了些话 她最近情绪好像会比较稳定 是啊 看来她真的有听你的话 暗时吃药 而且她的朋友 应该有给她一些正面的帮助 她朋友 她好像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好不好 你不用想太多啦 虽然我受了一点伤 但是如果因为这一次的事件 能够让家欣准时服药的话 这样我觉得还蛮欣慰的 谢谢你啊 对了 昨天晚上我们大家在店里面 烤了好多好多的松饼哦 等一下你送丁丁上学的时候 寄来跟我拿哦 不好意思啊 一直这样跟你拿东西 我真的很过意不去 那是我答应丁丁的 我就一定要做到啊 而且我们昨天大家一起烤松饼的时候 好开心哦 宝妹啊 跟阿烈啊 大家都在一起 阿烈就说她以前坐牢的时候 最想要吃这个 可是都不敢讲 阿烈她坐过牢 对啊 年轻的时候都比较冲动嘛 那个时候她为了保护她妈妈 犯了点伤害罪 可是你看她现在在我店里 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都很稳定啊 所以现在是你在照顾她 没什么照顾不照顾的啦 爸爸啦 对不起 干嘛突然跟我说对不起 之前因为你工作的关系 对你有些偏见 现在我才知道 其实你肩上担负的责任 一点也不会比我这个做爸爸的轻松 真的蛮辛苦的 做父母的没有一个不辛苦 然后呢 倒油 倒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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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根那是沙拉拖 这才是油 油 油 倒油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倒太多了啦 我们是要结鱼 又不是要炸鱼 鲜热锅 再倒一些适当的油 适当的油是倒多少啊 适当就是适当 你连基本的常识都不知道喔 倩哥 你还没有离婚之前 你都不会帮忙煮一些水饺之类的吗 以前我是做保全的工作时间很长 所以家里呢不管是吃的啦用的啦 都是我前期在处理嘛 所以我才有时间啊 可以陪陪陪陵写写我的小说 不过啊 你们都市人真的很夸张耶 像那个阿琪啊 他煮饭都不知道要先洗米 下水饺不知道要先等水滚 你知道吗 我以前在乡下的时候啊 我阿爸做菜很好吃 真的喔 对啊 他那个就是在冬秋节啊 或者是冬午节啊 去做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邻居都不够分耶 我的火 我关了啦 哎呀 你要学做菜喔 先从简单的学吧 煎鱼那么难 我看 你先学做咖喱好了 咖喱很耐放 而且呢做法很简单 小朋友又很喜欢吃啊 宝妹 你把我们这些马铃薯啊 洋葱拿出来 好 马铃薯洋葱 我们先从洗菜开始 像这种马铃薯 有些时候外面会有土 你就要先把它洗干净 洗干净这样削皮器把皮削掉 若发芽长芽也不能吃喔 削皮器 削皮器 做法里有两个浪费瓦车的啊 王老天呢 到哪去了啊 唉 他搬回去了吗 她去接我女儿 水太多了 洋葱还没炒透 洋蔥要炒到透明 像這種市售的咖哩塊 最好先切幾個小塊 然後再買一些巧克力 等咖哩煮熟之後 加進去提味 鍋子要由底鍋向上翻 你這樣子怎麼做菜了 我來了 你總得讓我自己來 我慢慢學 我才學得會 做菜是平直覺 不是靠訓練 做菜是科學化 合理化的過程 各種食材 你要熟知它 怎麼烹煮 怎麼調味 才能讓食物保持最佳的狀態 有些太太 做了一輩子的菜 沒天分 沒慧根 別說是人 連豬都不吃 天啊 但是這次我第一次 幫肱子做飯 以後不會慢慢摸手 越來越好的 廢話 你用我的廚房 還有我這個專業級的老師提點 你能不進步嗎 湯先生 你沒有其他事情要忙嗎 我在忙啊 我在監督我的廚房 別出亂子 其實你幹嘛這麼麻煩啊 你在外面工作 你想吃什麼就買什麼 多方便啊 外面的東西又不知道看不乾淨 而且啊 已經加了很多調味料 又油又鹹的 這小孩吃了會影響發育 而且啊 會造成他偏食 自己煮得多安心啊 而且我跟你說 我還買了很多的食股 跟營養素回來搭配 以後我要讓婷婷吃的每一餐 都是營養健康的 什麼 你每天每一餐都要用我的廚房來煮菜啊 是啊 如果你擔心你廚房有什麼損失啊 我跟你保證 我會負全責把它修復好的 王清雲 你蚕食精吞得寸進尺啊 你先是用我的冰箱為烹爐 現在你爸爸又住進來 現在又佔你我的廚房 你 不行 這太不合理了 對不起 為了我女兒的健康這種 我一定要堅持 大輝 今晚吃家裡啊 對了 頂樓最左邊那個房客啊 抱怨屋頂漏水 你記得去看一下啊 好 頂樓最左邊那個房客漏水的 嗯 哇香啊 香啊 烏雅蕙 你裙子再短一寸啊 警察會用防害風化來抓你 天真 你以為這樣你會玩行迷挑他當女朋友 我看你一點也不在乎 我一直說不在乎 其實我還蠻擔心的 擔心被你拒絕他會做出傻事嗎 你千萬別告訴他 你會擔心他 讓他以為他跟你還有機會 這種傻瓜 你就是要讓他狠狠地摔一跤 他才會死心 可是是我傷了他自尊 又辜負他的感情 辜負得好 你是不是他哥哥啊 是啊 不過不是自願的 你辜負得很快 也很誠實 沒利用雅蕙的單戀啊 來謀取私利 他每次單戀啊都是這樣子 我看這次啊 不用十天半個月就會好了 那我能做點什麼事 幫他什麼的 幫什麼啊 我看你應該就是 當朋友的保人而負債千萬 又幫老婆賠錢 把繼續多花光的那種笨蛋吧 你說對吧 你放心啦 看在你啊 沒對雅蕙做出什麼事的份上啊 我不會要你負責的 對雅蕙 千元 吃早餐嗎 我餓 這是排毒地瓜餐 很健康的喔 沒興趣啊 昨天我訂的魚已經送來了 中午我給你送到診所去 清蒸好不好 怎麼了 隨便你 他會吃你那個魚才有鬼 結婚那麼久 居然不知道我們家清元最討厭吃魚 那是檢驗出沒有重金屬污染的魚 鼻板還貴 我說了 隨便你 你是怎麼了 就為了幾個事情 有必要鬧成這個樣子嗎 昨天你下班 也不直接回家 手機也關機 現在怎樣 我哪裡得罪你了 你沒有得罪我 你很完美 都是我的不對這樣夠了吧 不夠 我還沒有問你 前天晚上去哪裡 昨天晚上去哪裡 你 你是跑去外遇了 我已經盡量在解決我們的問題 盡量釋出善意 你現在這什麼態度啊 你說 我應該給你什麼態度啊 我們的問題是什麼 一直以來 是你說的問題才是問題 你要什麼我都給 你說的才算 但 算了算了 我不想跟你走 我要去上班 你到底想怎樣 他要上班啊 怎麼樣 媽 我就上班了 小心開車啊 沒事不用太早回來啊 這是什麼呀 這是在養牛還是在餵豬啊 地瓜 那是我們以前 鬧雞荒的時候才吃的 嫌棄就不要吃啊 這是排毒地瓜餐 我想你應該不知道吧 你的這個什麼排毒餐啊 養生餐啊 我是一點興趣都沒有 什麼味道都沒有 每天吃飯像在吃藥一樣 給豬吃啊 豬都不吃 不過啊 這人的心裡頭 要是不愉快 不舒暢 嘴巴吃得再健康 也一樣會短命的 怪不得我們家清源看到你啊 都笑不出來 你有問過我們家清源 喜歡吃這個排毒餐嗎 什麼事情都這樣管著他 他還像個男人嗎 是 我是努力對他好 要給他尊嚴 所以現在問題才產生啦 他說要接他爸媽來住 他爸媽不就住進來啦 他說要出國念書 要開診所 我就成全他 一件一件幫他達成了 這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個 對他這麼好的女人啦 我們家清源從來沒有說要出國念書 是你逼著他出國去念碩士的 清源如果只有大學畢業 他可以正住一家牙醫診所嗎 現在出國念書拿個碩士博士 是必要條件 那是你說的 你自己自作主張幫我們清源做決定 他堂堂一個國立大學的畢業生 他如果從基層按部就班的做起 總有一天他一定可以自立門戶 哪裡需要你基博 基博 多少人可以希望出國念書開診所 我都幫他達成了 他至少少奮鬥二十年 對對對 你好棒 我應該叫總統表揚你 你要不要出國去比賽啊 就是你這種態度 才會讓清源看了就討厭 把我們家清源呼來換去 像在叫狗一樣 一點尊嚴都沒有 他是樂樂啊 對 我公公呢 就非常有尊嚴 在我婆婆念前 大肌肉不敢哭一聲 叫他往東 他就不敢往西 尊嚴 我看是不敢發言 不不不不 我們家有權啊 是晚餐是吃麵還是吃飯 他是一點意見都沒有的人 可是清源啊可不一樣喔 我們家清源從小學中學大學 他就是班長耶 全天下只有你 把他張騰螺螺再使喚 他在你面前抬不起頭來 他當然不願意回來啊 你老是懷疑他有外遇 有你這樣的老婆 我還奇怪他為什麼不外遇 有你這種不利兒子外遇的媽媽 他當然會更有事無恐吧 算了我不想跟你吵了 不想浪費力氣在你身上 會有更重要的事情 你明片上的空格是要給客戶田自己想要的服務喔 那我們代客把妹的服務啊 不 這個是我做不來不擅長 怎麼可能 我看你挺有女人緣的啊 不做可惜一定超賺的 你不要啦 你不要想東想西的 我還是做這些擅長水電的東西就好了 好啦 你放心 我有客戶需要水電的話 我一定第一個推薦你 謝啦 謝啦 他就是你們隔壁棟四樓的大學生 是這個社區的正妹排行第三名 我這你也知道 你常跟蹤人家啊 拜託 這就是我賣房子的業務範圍 哪一區哪一戶有正妹我會不知道 突然有一種卡到硬的感覺 什麼意思啊 這種東西通常晚上才會出來的啊 你沒禮貌 我大嫂 我知道啊 見過幾次面啊 發誠啊又是來找你大哥的事情 唉 最近清元哥啊 常常去找Julie姐 我跟你講喔 清元哥跟Julie姐的事情 你要保密喔 大嫂 你是那天酒吧的客人 清元被刺的那天 你有卡清元回家 清元哥好重喔 夫人你是來感激我的嗎 紅包來就好了 人不用來啦 那天我問有沒有人認識清元 你們說都不認識 現在清元哥就要這麼熟啊 我肚子好痛 我要去拉肚子 我有預感馬上 就會有人需要水電工的 我先走了喔 我再通知你喔 謝謝啦 拜拜 拜拜 我先走了 不好意思 谢谢 我知道你们没有人站在我这边 在你们看来 我不过是一个不值得同情 不可理喻的控制狂 但是 不应该把这个当成借口 把谎言合理化 晶云 你说是吗 道早 如果你心里有什么疑问的话 你应该直接问大哥 要是他愿意跟我说实话 我还用来找你吗 你大哥是不是有外遇了 我想这件事 大哥应该有给过你答案 只是你不相信吧 如果我给的答案跟大哥一样 大嫂你会相信吗 你现在是怪我 不够相信清源 我是很想这样盲目地相信下去 可是我骗不了我自己 我知道在这个背后 有个庞大的共犯结构 在粉饰太平 而你们这些在酒吧玩乐的人 都有参与 可能还在背后 揶揄我 嘲笑我 批判我 甚至给我举一个可笑的绰号 把我当成傻瓜 大嫂 你这样子想对你并没有好处 只是会让你自己更难过 你看 你并没有否认啊 你真的很不会说谎 其实 清源有没有外遇这件事情 已经很清楚了不是吗 我现在要的只不过是 有人愿意站出来说句实话 给我一句实话 大嫂 我相信大哥是真心对你的 他绝对没有亏待你 没有想到 最近我唯一听到安慰的话 是从你嘴巴说出来的 之前我还对你那么差 还想把你跟婷婷赶出去 真的很对不起 真的很对不起 清源要是有你一半厚道就好了 大哥他不是坏人 他更不是绝情绝义的人 是吗 他最近都对我不理不睬 甚至不跟我说话 我在想我这几年 这样子急急盈盈为他做了这些 到底换来了什么 如果我不爱他 就不会这么靠苦了 你真的很爱大哥 可惜他已经不爱我了 把爱情交出去 就等于放弃自我的主导权 永远就要受人宰割 大嫂 其实两个人的相处 不应该计较是谁掌控谁 更不应该是争权夺利 如果你当初愿意多给大哥一点空间 给大哥多一点自由 或许你们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现在 你觉得是外遇吗 我只是说 你这样怀疑大哥 对你们双方真的没有好处吗 你们这样只是在撕裂彼此的感情 大哥很讨厌你每天这样怀疑他 你自己也是痛苦不安啊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为什么不好好地想一想 如果让大哥愿意留在家里 让大哥只想跟你在一起呢 你又再避重就轻了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你现在在教我 留住一个已经不爱我的人 你相信你自己讲的话吗 你如果选择相信了绿萍 你觉得他当初就不会离开你了是不是 你这是在自欺欺人 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外遇 绿萍的情况跟大哥不一样 对 是不一样 绿萍他对你好 他对你真的很好 他说要离婚马上就办到 不像你大哥想跟我离婚 却偷偷拉拉的什么也不说 他让我心慌猜疑不得安宁 他是在欺负我 一点都不尊重我 太过分了 他这样对我 跟绿萍当初逼着你离婚不是一样吗 你难道没有想过 绿萍有别的男人 太天真了 你难道没有想过 绿萍有别的男人 我不想再继续过这种 看不到半点希望的生活 你可以继续做你的畅销作家梦啊 写你的小说 写你的赵子龙 但是我受够了 我老实告诉我 你写的那种垃圾不会有人想要看的 你如果选择相亲的绿萍 你觉得他当初就不会离开你了是不是 你这是在自欺欺人 我是不会再继续陪你做梦 不会 绿萍不会外遇 他只是不爱我 我喜欢你 你男嘉宾 你别想要看这种垃圾吗 我去的这种垃圾吗 你别想要看这个人 是真的吗 你别想要看这个人 我看这个人 我真的觉得他 这种粧短丝的这种垃圾吗 但我看这个人 你怎么想要看这个人 王律師 你的電話 喂 什麼事啊 我最無法忍受的就是被騙的 林彥老師告訴我 不要騙我 你又來了 你都只挑你願意相信的去相信 你不願意相信的 我說什麼都沒用 所以我跟你道歉你說我不真誠 我跟你下跪 你說我只會做表面功夫 那我說什麼有差嗎 那我最後一次問你 你外面有沒有女人 這個問題 我已經回答過你很多遍了 拜託我在忙 電話也不適合講這個 我們現在不要談這個好不好 喂 喂 小姐你好 你好 我要真信 這樣子 我這邊請 我來 你好 午安 朱莉進來了 芭芭拉還沒來 她說要先幫婷婷烤一些鬆餅晚一點到 芭芭拉現在跟婷婷越來越親近了 這樣好嗎 不好嗎 就只是烤一些鬆餅而已啊 我不是說烤鬆餅不好啦 我是說 像婷婷這麼可愛的女孩子 大家都會想要照顧她啊 但是芭芭拉這麼喜歡婷婷 不是擔心 是飛機 帶著我們共同做的夢 乘著白雲 飛到永恆那個 原本就付成文 也沒有想要到 你不要跟我已經能夠 你不能忌諾 我會有不滿心 你不是憲心 不滿心 我會有不滿心 你不是不滿心 你不是好嗎 那些不開心的事情 可是 我覺得自從那是婷婷之後 芭芭拉比較開心了 而且比較常看到她的笑容 哈囉 大家 這麼早就開始營業啊 那沒有我來捧場怎麼行呢 我們還在準備中耶 阿綺啊 現在才下午三點鐘 你又會太早俏班啦 人不摸魚往上班嘛 而且 我是要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的新業務 從現在開始呢 我是清雲哥的經紀人 清雲哥的經紀人 真的假的 清雲哥要當明星喔 當什麼明星啊 要當也是我先當 你傻傻的 清雲哥在做水電 以後你們一起 要是需要什麼修理的地方呢 跟我聯絡就對了 是喔 可是 我們有阿列耶 我在講話 看著我 清雲哥可是專業 撲漏級的耶 要是你們這邊瓦斯漏氣 不小心引發起爆炸怎麼辦 耶 或者 有壞人 分屍 將屍塊塞進水管 堵住水管 耶 還是說 墻上的臂癌 浮現出佛祖的圖像 耶 可是 可是出現佛像 又不可怕 萬一出現爭執咧 有這種鏡頭啊 找清雲哥出馬準沒錯了啦 阿列喔 沒辦法啦 寶妹 你不要聽阿綺在那邊亂哈拉啦 我哪有亂哈拉啊 我敢保證 清雲哥入德廚房 出德廳堂 裡外問題找他都OK啦 像這種好用的男人 每個人家裡都應該要養一隻啊 雖然啊 還是比我差一點 最好是啦 是真的是真的 我相信妳可以用用看啊 退貨 我怕寶妹會愛不釋手 寶妹 我媽從以前就想看我的女朋友 可是我那一票辣妹 每個都長得歪勾起床 我媽看了就逗端了 還是妳比較正常 合老人家的胃口 怎麼樣啊 陪我回章話一趟好不好 不行 對啊 不行啦 我又不是妳的女朋友 這阿嬤會誤會理喔 寶妹 我不怕我媽誤會 你就讓老人家開心一下嘛 而且 彰化有好吃的肉丸喔 肉丸 我會做 還有糧圓 是鹹的那種 包肉 包香菇 再淋上一層蒜泥白肉醬油 喔 超好吃的啦 會做嗎 沒有 我也會 罵完 糧圓 好好吃喔 我只能說年輕真好 我只能說年輕真好 準備一下吧 不好 不好也有個好啊 我先去上廁所喔 來 糧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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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烈 你都會做喔 博弟 要隨便睡嗎 嘞 凍 你在我這裡住得很舒服 還不錯,還不錯 謝謝你,關心 我們回來了 婷婷 阿豐,伯伯好 回來了 阿豐,你在看什麼 看這個,好好看 裡面還有那個伸縮自如的塑膠拳頭 紅海王爺 我們的同學好喜歡看這個 真的 爸爸這漫畫哪來的 這種幼稚的書 絕對不是我們家的 是那個叫阿琪的,借我的 阿琪 對啊 就我今天早上出去散步 忽然間有人叫我 就那個阿琪 他說他上次送你回來的時候 有見過我 他說他在這附近當房屋仲介 還說 我那個房子如果交給他賣 每一瓶最少可以多五六萬 我心都會痛了 業務員一定要把自己說得很奇怪 不然怎麼糊弄你們這些二愣子 不過他人很好 他說我這個看完了以後 再去跟他借 他叫我去那個叫什麼 Together去拿 那不是巴巴拉的店嗎 那是個酒店 是怕的 不,你要去Together 好啊,好啊 阿公帶我去 我好喜歡去 這 王老爹啊 你離家出走 現在又想去POP 你老婆知道會不開心的 好,這樣子吧 這兩樣啊 你選一樣就好了 一,搬回去 二,去酒吧 我看你還是搬回去吧 再說再說了 來,甜甜 來,寫功課了,走 走 那我陪你啊 我,我也先忙啊 我看你 吃飯了 咖哩飯 來吧 這女人 香香香 你平來 謝謝 試試看 怎麼樣 好不好吃 爸比親手做的 爸爸做的好好吃 我要永遠記住這個味道 不是我說 小孩子連筆都還拿不穩 出那麼多的作業跟功課 是啊 爸 我看我得去一趟學校問一下老師 不好吧 萬一老師覺得家長難搞 給貼上個什麼怪獸家長的標籤 我怕點點在學校不好過 沒關係啦 爸比 老師說寫作業這樣才學得快 因為我喜歡寫作業 那你今天晚上不要幫忙你做家事 家事交給爸比做你專心寫作業就好 我記得我小時候看到作業就想睡覺 你還好意思講呢 好多次都是我幫你寫的 尤其是暑假作業 全家總動員 你媽跟陳遠寫得哀哀叫 我光是幫你畫圖就畫到天亮 還感冒呢 結果你趴在桌子上睡著了 口水流的滿地都是 我倒忘記了 媽跟哥還有幫我寫作業 當然啦 一本暑假作業四種不同的筆跡 對啦 不知道媽跟哥現在好不好 我還滿擔心他們的 爸 你一直住在我這邊沒問題嗎 幹嘛 你跟房東一樣不歡迎我留下來 不是我怎麼會不歡迎爸 而且你還可以幫我照顧天爹 哼 我是擔心媽 媽你不用擔心 她跟我都到了這個年紀 都不會勉強把雙方捆綁在一起的 我們現在的關係就好像是朋友 而且讓你媽留在那 跟你大嫂相處 對她有好處的 什麼好處 他們兩個一天到那兒鬥主 僅想一些尖酸刻薄的話 來挖苦對方 這樣對你媽媽有好處 不會得老年痴呆症 吃飛機 帶著我們共同做的夢 乘著白雲 飛到永恆那個 向前衝 向前衝 看著標竿向前衝 成功的那一個音樂會想起 成功的那一個音樂會想起 你媽你不用擔心 她跟我都到了這個年紀 都不會勉強把雙方 捆綁在一起的 我們現在的關係就好像是朋友 而且讓你媽留在那 跟你大嫂相處 對她有好處的 什麼好處 他們兩個一天到那兒鬥主 僅想一些尖酸刻薄的話 來挖苦對方 這樣對你媽媽有好處 不會得老年痴呆症 吃完再寫啦 不要一邊吃邊寫這樣會消化不良的 等我寫完就寫爹題就好了 好啦好啦你慢慢吃慢慢吃 慢慢吃 爸爸問你 爸爸做的咖哩好吃 還是爸爸老爺做的咖哩好吃 都好吃 都好吃 爸爸做的咖哩有放巧克力 巧克力 我為什麼沒有掛到巧克力 你是不是第一次做菜 就想趕過那個爸小弟 倒也不是這樣了 爸 我要去上班 那個你幫我找個一下婷婷 沒問題 還好爸爸晚上再送鬆餅過來 你再幫他開個門 對呀我班上的同學喜歡吃 爸爸老爺做的鬆餅哦 哦 婷婷啊爸爸老爺對你很好 但是你不能常跟人家這樣要東西耶 嗯我知道了 那你以後不能這樣麻煩爸爸老爺哦 好 哦 爸你慢慢吃我先去上班啊 好好好 這個辦法不要給婷婷看到 我知道我知道 趕快去趕快去 拜拜囉 嗯 爸比再見 姐姐啊 我問你啊 那個爸阿姨啊 他對你很照顧對不對 有沒有說我爸比的事情 嗯 有 哦 他怎麼說 他說爸爸很幸運 他可以跟我在一起 哦 哦 他們說 嗯 這個爸阿姨真的對你很好哦 對啊 嗯 這個爸爸啦 應該只是單純的喜歡甜甜 不是像雅惠那樣 是對親人有意思吧 哎 好幾天沒看到雅惠的 再一杯 哪裡 爸爸 我想幫你爸才改個樣子 設計人水熟箱你覺得怎麼樣 怎麼啊 走出第一巢啦 恢復元氣啦 這裡不就是加東哥設計的嗎 這已經沒案子啊 無聊嘛 就想要改個設計囉 無聊的話呢 你不應該在這裡喝酒 你應該去找你以前那些馬子 人要是沒有酒喝 那跟沒有專用搖桿的屋也什麼樣 酒喝太多也不好啦 加東哥如果怕寂寞的話 我平常沒事也可以陪你啊 要喝點什麼 威士忌 阿烈 威士忌 Double 阿烈 她是誰 她是房東的妹妹 叫吳雅惠 喜歡俊恩哥的那個 失戀 嗆蝦 對啊 對啊 讓她喝 還很近 可是很重的喔 你要幫忙喔 等等等等 你們倆在講什麼啊 阿烈是說 吳雅惠會認為 欽雲哥喜歡芭芭拉 害她失戀 她就跑到這邊搶先啊 可是我們就想說 既然幫她喝個夠就好 反正她家住那麼近 抬她回去就好 我一個人怎麼抬得動 阿烈說她會幫忙 就這樣 老妹 你很讚耶你 阿烈的講話從來不超過六個字 你怎麼都讀得懂啊 懂懂啊 很簡單嘛 好酷喔 小姐 我要一瓶 再來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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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瓶 看你喝成這個樣子 被甩了喔 什麼被甩啊 是我不要王晴雲 你們這些男生眼睛都瞎了 怎麼都會喜歡這種女人啊 所以 所以 你來請教爸爸 怎樣才能變成 讓你男人喜歡的女人嗎 我哪需要他教啊 我就是我 不懂得欣賞都是白癡 你也算是個正妹啦 皮膚白胸部又 等到我胃口恢復啊 好 你什麼咖啊 我沒有這麼不跳 你不要看我這樣 我是內斂 我今天走的是低調奢華路線 好不好 等我重出江途 我去收你當我的第二號女 一號是誰 在我的人生中 一號永遠重現 雅蕙是吧 來 我說 家棟哥啊 這種一號永遠同缺 這樣的人生有什麼意義啊 意義是三小 我只是在義大利啦 什麼義大利啊 沒有 我現在在義大利 真的嗎 給我 那妳親我脖子一下我給妳 喂 那太過分了吧 不要占人家便宜 我是這種人嗎 我是這種人嗎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玄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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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爛品子啊你 我是啊 小姐 來 坐坐坐 好不好 不用啦 都是你 我還去你這個吃飯 來這邊喝酒就要開心 不要弄得太難看 吃飛機 帶著我們共同做的夢 乘著白雲 飛到永恆那個 來這邊喝酒就要開心 不要弄得太難看 什麼難看啊 我很開心啊 而且客人一直喝酒 老闆你應該會更高興吧 現在還有人要追我耶 那個豬頭喔 打扮一下應該也是很帥的 我 我不用打扮也很帥好不好 閉嘴啦你 假會是不是 來 跟你說 我胃口恢復了 我從現在開始泡你 來 你喝 老闆娘 你廁所馬桶壞了耶 喔 謝謝 阿琪 阿琪 我也覺得是他耶 他下午來又過廁所之後 就開始有點不通了 所以是他故意把我們的馬桶堵住 是啊 他說現在清雲哥在做水電 他要當他的經紀人 幫他找工作耶 所以他把我們的馬桶堵起來 以為我不會知道 蠢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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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媽把他找 Twin哥來修啊 這麼晚了 我看不用吧 讓他在這邊休息一下 大家要用廁所的話 就用隔壁墊先 好 好 再來喝吧 來… 來… 家棟哥 你不要弄得家啦 坐好啊 坐好啊 乖乖 這個人啊好奇怪喔 從傍晚來啊 就一直在射飛鏢 也沒有很久 過怪的 看起來不像會來泡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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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闲的也都闲的 能帮他多折几朵 就多折几朵嘛 你去洗澡了 我就搞不懂 不过是小学一年级 哪来那么多作业呢 老师说写功课多练习 成绩才会进步啊 那我考第一名 爸比会不会开心 你爸比当然会开心啊 我决定要读书认真 不要让爸比担心 考试第一名 让爸比高兴 你啊 你只要负责开心高兴就好了 不要老是想要为了爸爸考第一名 你怎么这样讲话呢 破小孩子冷水 难得他有这份上信心 哪像你啊 你什么时候考过第一名 让我高兴过 好了好了 我去洗澡了 加油 我去洗澡了 你ray 我去洗澡了 你免得快 你以为是小孩子 你回家 你再会像这些 别再来 你再来 他们很心疯 方先生 那是我的堂妹婉妮 我想说她可不可以 而是想说她可不可以也暂时 所以她确定要住在这里 可以吗 可以 婷婷啊 你刚刚叫房东叫什么 雅昌哥哥 哥哥 是啊 我本来就很不满意啊 婷婷叫我什么房东北北的 那个 婷婷 有吗 有吗 来 干了 我还是喝酒好啊 我这一生中啊 最快乐的时间呢 竟然发生在我吴家无归的时候 从没想过 会再度与你相逢 这段时间 我们改变了什么 为何从来不觉得你离开过 原来我的爱还没追过 如果当时有什么还没有说 其实我也早已明白了所有 已错过的永远美丽而执着 总算我们也很很爱过 只飞机 只飞机 给了我们勇气 去做梦 就算没有 一起到最后 只飞机 带着我们 共同做的梦 乘着白云 飞到永恒 我们的那个山峰 如果当时有什么还没有说 其实我也早已明白了所有 你错过的永远美丽而执着 总算我们也很很爱过 只飞机 也已了我们勇气 去做梦 就算没有 一起到最后 只飞机 带着我们 共同做的梦 乘着白云 飞到永恒 那个山峰